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经文 美中目前还处在对抗的状态 最近美中两国的对抗的策略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美中在对抗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 两边都很忙 美国也很忙 中国也很忙 忙什么呢 忙着拉拢丐帮 所谓的丐帮指的就是国际上一些比较贫穷的小国 那么在这点上呢 俄罗斯也不落后 俄罗斯也在忙着拉拢丐帮 我们先来看看中美俄三个国家如何拉拢丐帮 俄罗斯拉拢丐帮呢 就显得比较丢脸 也显得比较没有底气 俄罗斯举行了第二届俄非峰会 就是俄罗斯跟非洲国家领导人的高峰会 现在非洲总共有54个国家 那么俄罗斯开始呢 向外界说 他们知道会有49个非洲国家来参加俄非峰会 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 俄罗斯正在被国际制裁 54个非洲国家如果有49个来参加俄非峰会 那么这说明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是相当大 最起码非洲国家大部分是支持俄罗斯的 换句话来说也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支持的 果真是这样吗 当然不会 其实今年的俄非峰会是第二届 第一届呢在2019年 那时候呢俄乌战争还没有爆发 那么所以呢 当时确实有40多个非洲国家参加了俄非峰会 那么那次峰会之后 当然讲了很多 但是做的很少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又搞这个俄非峰会 俄罗斯自己说有49个国家参加 最终有多少国家参加呢 只来了17个 这17个国家当中呢 最给面子的算是南非了 南非在非洲也算是一个大国 在非洲来说北边最大的是埃及 南边最大的是南非 所以南非的国家领导人来参加这个峰会呢 也算是给足了俄罗斯的面子 那么这次峰会上呢 普京宣布要向这17个非洲国家免费提供粮食 俄罗斯无疑是世界粮食的生产大国 跟乌克兰一样 俄罗斯的产量要比乌克兰还要大 那么俄罗斯能不能免费提供粮食 给非洲国家解决非洲的饥饿问题呢 只有天知道了 俄罗斯现在在西方国家的制裁之下 靠的是一些朋友国家给他提供援助 买他的石油和天然气 这里面包括中国 才能把战争维持下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能够免费的向非洲提供多少粮食呢 普京讲了一个数 具体我忘了 反正夸度非常大 好像从5000吨到几 5000万吨 好像是还到几万吨忘了 反正呢 俄罗斯向非洲国家写下了一纸承诺 那么至于能不能实现呢 我们就看以后俄乌战争发展的这个趋势怎么样了 俄罗斯这边不值得我们太多的关注 因为俄罗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俄乌战争 俄罗斯什么时候能够在这场战争当中 陈奈洛定决定他的胜负 中国呢 中国最近开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 但是呢 在体育界呢 把它称之为除了奥运会以外 第二重要的世界运动会 确实也是 其实说的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但是当这个 在这个运动会当中啊 有很多运动员呢 以后或者是之前曾经参加过奥运会 反正呢 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型运动会 那么在这个运动会上 既然这么重要 中国当然要邀请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 来一起来参加盛会 大家还记得当年北京举行奥运会的时候 可以说是灌溉云集 那么这次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仅次于奥运会的大型体育赛事 中国邀请了多少国家领导人来参加呢 总共有五个国家 这五个国家分别是印尼 还有格鲁吉亚 还有布隆迪 规亚纳 以及毛利塔尼亚 我想除了印尼之外 很多国家多数人对他不太了解 甚至有些人呢 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 在台湾的一些媒体呢 把这个格鲁吉亚翻译成乔治亚 所以还有很多人很迷惑说 乔治亚不是美国的一个州吗 怎么变成了一个国家呢 其实在中国的描写当中 它是格鲁吉亚 在这五个国家当中 我想最给力的应该算是印尼吧 印尼虽然也不算是一个富有的国家 但是印尼毕竟在亚洲 是个人口大国 并且它是全世界回教人口最多的国家 所以印尼来参加这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呢 算是最给力的了 格鲁吉亚有点奇怪 格鲁吉亚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呢 坚定的站在乌克兰的一边 并且格鲁吉亚的领导人呢 也对中国政府在俄乌战争当中的外交态度呢 曾经比较温和的批评过 那么这次格鲁吉亚能够派出总理 来参加这个运动会呢 也算是十分的给力 那么我看了一下 习近平在会见格鲁吉亚总理的时候呢 果然双方谈的话题不一样 格鲁吉亚的重点呢 还是在于跟中国加强经贸联系 换句话来说就是从中国获得更多的经济好处 这是格鲁吉亚领导人最重要的谈话话题 那么其他像什么布隆迪啊 规亚纳啊 毛里塔尼亚 这些国家当然就算是丐帮的固定成员之一了 因为他一向比较贫穷 中国拉拢着五个丐帮参加这个运动会 那么美国又能够让什么丐帮到美国访问呢 这次到美国访问这个丐帮国家有点特别 他是意大利 那肯定很多朋友说 意大利怎么能算丐帮国家呢 他再不计也算是七大工业国之一 对 意大利是七大工业国之一 表面上看起来呢 可以跟日本啊 美国啊 英国啊 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好像平起平坐 但是我们知道 意大利过去有一个名字叫穷光蛋帝国主义 这是在二战的时候给他起的一个外号 那么现在呢 意大利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欧珠之一 就是欧珠五国之一 意大利怎么说呢 他从工业能力上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比如说意大利的奢侈品 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 但是呢 意大利的其实他军工产业也不错 过去在二战的时候 很多世界文明的武器呢 都是意大利生产的 今天在这个美国很多喜欢枪的朋友 意大利生产的贝雷塔手枪呢 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之一 所以意大利不能说他的工业能力不强 但是从他的整体经济实力啊 意大利欠的债就比较多了 所以他才会被称之为欧珠五国 但是意大利这次来美国访问呢 他的大背景之下 还有一个更加特别的因素 他是七大工业国当中 唯一一个跟中国签订了 一带一路合作协定这样的国家 所以说意大利这次欧珠来美国访问呢 当然在美国眼里面 意大利当然也算是丐帮之一 所以呢 拜登在跟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 在白宫会谈的时候呢 双方很含糊的讲到了这个一带一路 中国跟意大利签订了 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之后呢 意大利在最近发出了各种的声音 要退出一带一路 甚至这个梅洛尼曾经说过 即使意大利退出了一带一路计划 但是也不影响意大利跟中国的 这个友好合作关系 讲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给中国打打预防针 意思就是我准备退出了 你不能给我翻脸 但是中国政府对意大利这个想法呢 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 环球时报呢 讲得非常硬 环球时报大概意思就是说 意大利必须留在一带一路 不然的话呢 会对意大利的经济啊 对意大利的外交啊 造成这个种种的困境啊 或者负面影响啊等等 反正意大利现在到底 要不要退出一带一路计划呢 这个事情可以延到 好像是延到今年年底 意大利的总理对这一点呢 也没有明确说我们退还是不退 除了讲即使退也跟中国是好朋友之外呢 这次意大利总理美洛尼来美国访问 会不会在白宫宣布呢 之前曾经有过争议 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如果意大利宣布退出一带一路计划 我个人觉得一定会影响 中国和意大利的外交关系 那么如果你在白宫来宣布这个决定的话呢 那就等同于跟中国翻脸啊 意大利无论怎么看待中国 现在要跟中国翻脸呢 不要说意大利 连美国英国还有这个德国法国这样的强国 都不敢选择这条路 意大利呢就更不会有吃力 在现在这个时候公开跟中国翻脸了 但是呢 梅洛尼在跟拜登会谈的时候啊 若隐若现的提到过这个话题 哎 拜登有话说拜登说啊 我建议美国可以填补意大利的一些经济合作的空白 那么什么叫填补空白呢 就是过去意大利跟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计划 但是呢 意大利政府的官员公开说签订这个计划之后呢 意大利并没有获得明显的好处 那么现在如果跟中国脱离了这个一带一路的合作的话呢 那么意大利某一些经济领域 在过去跟中国合作的经济领域当中呢 就会出现空白 拜登说美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那么最终两国领导人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我们从当中能不能看出 意大利会不会退出一带一路计划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上一节我们说意大利总理到白宫去访问 那么意大利总理当然不可能在白宫宣布退出一带一路计划 但是呢 在会谈当中啊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拜登说 他说我们在艰难的时候知道我们的朋友是谁 我认为西方国家已经表明 他们可以互相依赖 互相依赖的程度呢 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得多 如果梅洛尼能够讲述这句话 换句话来说 拜登愿意填补意大利经济合作领域的一些空白 而梅洛尼呢也愿意依赖美国 所以呢应该说两个国家在这点上一派即合 也就是说 未来意大利退出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 很可能就会实现了 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啊 再次确认了两国之间不可动摇的联盟战略伙伴关系 和深厚的友谊 美国欢迎意大利在印太地区的这个存在会增加 双方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至关重要性 美国和意大利还承诺加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这个话题上呢 双方有更多的这个磋商 我们看如果意大利在台海政策上 完全站在美国的一边 所谓的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的至关重要性 那么说明意大利在外交政策上站在了美国一边 换句话来说 意大利在外交政策上也就要很大程度跟中国对立了 那么就很像现在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样 不翻脸 不脱钩 但是呢 一切的这个话题 包括在印太战略上的话题都跟中国而对立 那么意大利这个欧洲五国这次来访问美国 应该是得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替补方案 这个替补方案是拜登的原话 那么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 在美中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 中国俄罗斯美国这三国家 为什么要争相拉拢这些丐帮国家呢 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些丐帮国家在地理上都处在战略要点 比如说南非 比如说印尼 这些国家 比如说意大利 它都处在一个战略的要点 那么所以呢 这是中俄美三个国家要力争争取合作的国家 那么再有一个呢 这些国家都处在都在国际关系当中啊 处在一个平衡的支点 如果中国能够跟意大利保持这个一带一路的合作计划的话 那么等于中国未来撬动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缝隙呢 就有了一个抓手 意大利就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 但是如果意大利退出的话呢 那么整个欧盟七大工业国 北约将会更加铁板一块 中国恐怕在欧洲的这个战略呢 就会受到新的这个阻碍 第三个呢 就是现在目前新的集团对抗啊 这些国家都处在一个模糊点 最近美国一家智库 叫欧亚集团的主席呢 在接受美国国交政策访问的时候呢 他讲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摇摆六国 这摇摆六国呢 可以决定未来国际力量平衡 哪六个摇摆国家呢 他说的这六个摇摆国家 分别是巴西 印度 印尼 沙特 南非 还有土耳其 所谓的摇摆国家 就是他们希望在美中之间 获取更大的利益 他们既不愿意明确的 站在中国的一边 也不愿意明确站在美国的一边 最好呢 你们两个大国之争呢 让他们可以渔翁得利 这些国家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那么他们的外交政策和态度呢 有可能影响地区 乃至国际的整个战略局势 所以呢 被称之为六个摇摆的国家 这是我们看到 中国和美国争取的这些国家当中呢 就包括了这六个国家当中的某一些 比如说美国在争取印度 中国在争取印尼 而俄罗斯呢 在争取南非 其实这六个国家 都是中俄美的三个国家 要力争能够团结在手里边的 因为这六个国家 如果有一个明确的外交态度的话呢 肯定会对地区的局势呢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在目前拉拢 丐帮国家的这个背景之下呢 美国也提高了对中国的音量 可能未来美国 接下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呢 将会更加强硬 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除了这个意大利总理 到美国白宫访问之外呢 那么还有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 分别访问了太平洋岛国 一个是汤家 一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这算是美国有史以来 国防部长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 访问太平洋岛国 当然就是为了拉拢这些 丐帮国家 未来在对中国的对抗和围堵当中呢 争取这些国家跟自己站在一起 访问完太平洋岛国之后 布林肯和奥斯丁两个人 到澳大利亚访问 参加了这两个国家的2加2会谈 我们知道所谓的2加2呢 就是外长加这个防长的会谈 在这次访问澳大利亚过程当中呢 美国有了新的决定 准备帮助澳大利亚生产武器 生产什么武器呢 包括了中长城的导弹 以及呢 155榴弹炮的炮弹 美国说啊 155榴弹炮的炮弹 现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急需这种武器 澳大利亚如果真是能够生产中程导弹 再加上这个155毫米的榴弹炮的炮弹 真是能够援助乌克兰吗 我看到的最近美国和乌克兰的官员的 一些对俄乌战争的评价呢 认为这个俄乌战争还要打几个月 换句话来说呢 俄乌战争很有可能在2024年就会结束 等到澳大利亚能生产出这些武器啊 我想最起码是2030年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说美国和澳大利亚要合作生产武器 很明显针对的并不是俄乌战争 针对的就是对中国的围堵 针对的就是整个印太地区 美国的战略安全 所以说美国现在跟澳大利亚的这个合作之外呢 美国还向这个新西兰放话 说这个奥库斯的大门呢 永远向新西兰打开 奥库斯的合作关系呢 首先是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 无庸置疑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目标呢 也是针对中国的 如果新西兰也加入这个奥库斯集团的话呢 那么换句话来说 新西兰这个在外交态度上 有一定摇摆的国家 也坚定站在美国的一边 所以说现在美国 中国以及俄罗斯都在争取 丐帮国家的支持 这个支持呢 也让我们看到未来美中之间的对抗啊 我想除了升级之外 不会有其他的变化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订阅